依据宣法规定到立法院进行国权报告 建立责任政治 解决总统有权无权的乱象 现场响起欢呼声 我当总统就去国会报告 是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修正后的承诺 因为4月初时他是这样说 总统要去立法院备巡 你会去就对了 当时柯文哲一讲立刻被纠错 根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立院每年集会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不过要经过四分之一以上立委提议 总统报告后 可以针对不明了的地方 立委提出问题 方式由党团协商 针对立委发言 经总统同意再综合补充报告 一个多月后 柯文哲拿掉背询两个字 国民党对手侯友宜也跟着喊 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并接受前民接读 不管是侯市长或是柯市长 都没有国会的经验 立法院党团都要求 总统来到立法院做国情咨询之后 必须要像行政院院长 一样的接受立法院咨询 是有违目前的宪政制度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用经验值酸蓝白 这个源自顾总统李登辉 去国民大会报告的惯例 2000年修宪改到国会 立院主席左边的空位 就为总统增设 到现在没有人做过 柯侯都说要到立院国情报告 话题性十足 现实恐怕有难度 TVBS新闻画上平址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